近日王思聪和女网红孙一宁的骂战登上热搜 从凌晨开始王思聪称要抱孙一宁猛料 孙一宁直播中甭馈大哭 似乎要和王思聪开思 随后孙一宁率先曝光和王思聪的聊天记录 从对话截图来看 王思聪一直对孙一宁穷追不舍 奈何孙一宁并没有因为王思聪的身份接受他 聊天记录中王思聪各种惊惧让人难以置信 让网友几乎原来富二代追女孩时也这么朴实 动不动就奔赴到对方的城市 为了和对方见上一面杀费苦心 孙一宁爆料后 王思聪爆料称孙一宁有喜欢的人 却和自己保持暧昧不清 并吐槽孙一宁满嘴谎言 在爆料后 有知情人称王思聪相继发了三条朋友圈 表示自己不是天狗 地点显示在机场 最新回忆能看出来王思聪是真的急了 他还点赞动态 有朋友评论笑死 事情发生后孙一宁公开最新动态 称自己账号被永久封禁 至于后续还会发生什么不得而知 不过看来孙一宁已经做好了迎接一切的准备